大家好 前天啊 江泰公才做了一期节目 评述了这个安徽安庆市发生的这个恶性报复社会事件 在那个事件中呢 有一名叫无量的嫌疑人啊 也就是二十四五岁了 在安庆市的一条步行街上随机捅人 现在的结果是六死十四伤 那么在上一期这个评论里头啊 我就说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利息太重 因为你这么大一个国家呢 不可能没有矛盾 有了矛盾以后呢 那国家得有相应的机构呢 来解决这些矛盾 来给老百姓呢 发现他心中的不满 那么安徽青年无量呢 中共呢 已经开始对他进行了污名化 就说他什么家庭不信 个人这个精神有问题 然后是沉迷于游戏 就要把这个无量呢 弄成一个无良青年 所以这个责任呢 就是他个人的跟社会没有关系 那么我在节目中反复就说 假如说是一两起案件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个别的现象 但是你在这么半年内啊 中国发生了二十多起这样的事件 那么你想想你这个社会没有问题吗 所以中共啊 他要想坐住这个江山 他必须要好好的去反思这个问题 话音未乱呢 隔了一天 上海复旦大学又出事了 而且这次这个事件呢 跟以前的不一样 这次这个事件呢 近随当年上海的杨家 还有陕西的那个张寇口 他们呢 没有向这个社会去发现他们的部门 他们是很明确的 有明确的目标 就是报复迫害我的这个人 按照杨家那个说法就是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要向你讨要一个说法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追捧杨家跟这个张寇口呢 那就是在这个社会制度的框架下 我得不到公平 那我就用了那种最原始的那种血清复仇法 这个东西放到远古时代 是符合这个自然法规则的 大家不要觉得他好奇啊 就在两百多年前 欧洲人还可以决斗呢 那么你现代人你能想得通吗 所以复旦大学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又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以后这一类事件的走向呢 可能会方向更明确 目标更直接 不相信我们找后看 前面呢 可能大家是把这个目标啊 锁定在这个社会吧 就是他生活了这样一个圈子 因为他对这个社会不满意了 他就去无差别的去报复这个社会 是那样一种心态 那么从这个上海复旦大学这个事件以后 那么我相信啊 这个会有一个明确的示范作用 就是方向跟目标一定要搞准了 我们先看一下上海市公安局的这个通告啊 他是这样说的 2021年的6月7日14时52分 杨浦区邯丹路姆大学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 民警迅速到场 将犯罪嫌疑人姜姆 和号男39岁 该校教师控制 经120现场确认被害人王姆 和号男49岁 系姜姆同事已死亡 经初步审讯姜姆自诉因工作关系 对被害人怀恨在心 故对其实施侵害 现姜姆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这是公安局的报道 据知情人透露呢 这个嫌疑人姜老师 名叫姜文华 年纪呢 是39岁 他是复旦大学引进人才的时候 引进来的 那么当时说的是六年的考核期嘛 如果到时间通过考核呢 就给你转正 考核不了呢 你马上走人 但是这次考核呢 好像是没有通过 那么就意味着呢 他要跟复旦大学解聘 案方当天呢 是由他们这个数学系的书记 王永珍呢 来宣读这个解聘决定 那么在他宣布这个解聘决定的时候呢 这个姜老师突然冲上去 拿出刀 对这个王书记啊 来了一个歌喉 造成这个书记呢 当场死亡 根据逮捕现场啊 这个姜老师跟警察的对话啊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是因长期不满 王永珍的内部管理和打压 他受到的迫害太多了 所以呢 他今天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啊 像姜老师这样一个人 他在这么多年里头 他肯定不是受到了一次打压吗 本来人家冲着这个六年的 这个合同期 就是想到复旦来工作的嘛 而且他们这个是带有科研任务的 那么当时能被复旦聘用 证明这个姜老师还是很有本事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那我们现在不知道 就外界传的最多的呢 可能这个姜老师在六年 这个过程中呢 也完成了科研指标 而且呢 有可能被留下 但是呢 可能党委有别的安排 那就要把它挤掉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处处给他设置账二 所以才有了姜老师这么大的机缘 才产生了极端的想法 那么我猜想这种情况是有可能性的 因为多少周边城市的人 想进到上海去 另外现在的大学 那可不是象牙塔呀 对不对 你像那个北大 可以说沦为一些高官的后宫了吗 多少大学生直接通过那个校方呀 还有什么学生会呀 直接都跟领导人都搞到一块了 那么复旦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有很多人会通过各种关系 进到这个里头 那么这里头就会有一部分老师人嘛 就被排挤 就被边缘化 就让别人顶替掉 那么但是这个江老师可是 厌不下这口气嘛 所以才采取了这样极端的行动 所以大家首先要从这个方面去想 当然也有人说了 也许这个江老师没有达成别的考核指标 那你该走就走 那么我觉得这个江老师啊 还是一个有人格的人 要不然的话 他水平要真的不行 他也没有必要赖到那 凭他的水平 他完全可以立模高就嘛 他采取这个行动 让我说 他就跟那个杨家是一样的 他厌不下这口气 他不是没有地方谋生路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江文华老师的 他的简历啊 江文华是苏州大学副教授 2004年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学士 2009年美国统计学博士 2009至201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从事博士后研究 研究兴趣 非参数经验 被业司 非参数回归 变量选取 多重假设检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负责人 项目名称 高维数据的非参数经验被业司方法 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而且据说他当时有可能被耶鲁拼用 那么他有这样一种资历的人 那他绝对是有真材实料的 而且还有人说 他是当年那个人才引进计划呀 把他从美国给弄回去的 我想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他就跟当年那个前学生那帮人一样 在海外学到了知识 但是他们又有这种祖国情怀 所以响应祖国的召唤呢 就回到国家去了 回去以后他先在这个江苏大学 我看他分管的这些工作还是可以的 那么后来呢 他又被引进到复旦大学 那么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也许是复旦大学把他的知识给榨干了 现在用不着他了 就要把他剔开 让他来腾位子 让他来腾名额 所以呢 就要对他解聘 我想江老师不会是因为他的工作 而产生了这个想法的 像这种有本事的人 他都是非常心高气傲的 对不对 他肯定是心里头的气不顺 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举动来 所以我确实替这个人才惋惜 所以呢 我也奉劝在这个国外的学子呀 回国是有风险的 所以报效祖国去谨慎呀 确实是这样的 往前面看五六十年代 那些回去的科学家 往眼前看 看看这个江文华老师 对不对 把一个科学家逼成了一个杀人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王永珍 王书记 是不是一个好鸟呢 那么现在网上有人算出来了 2018年12月的时候 在王永珍书记主任时期呢 曾将学生任意义 强行送入精神病医院 学生跳楼自杀 王永珍不回复学生母亲的质疑 现在学生任意义的母亲 在微博里重提救世 拿出了当时的微信记录 这就是另外一个受害学生的母亲嘛 借着这个事呢 又提起来他当年女儿的伤心事 那么这是一个案件呀 那么这个王书记在附带里头 是不是劣迹斑斑呢 因为这个工作 好人干不了 正常的人也干不了 只有那邪恶的人 才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那么这个事件呢 也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 就是直接向党动刀了 直接向党委书记动刀了 那你就是向党动刀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它有示范作用 它也有指示作用呀 对不对 那么以前社会上那些 受到不公待遇的人 他心里头有怨气呢 由于他的知识面 或者他的思想的这个局限线 他不知道该从哪个地方去发现 他把这个火呢 就撒到了这个社会上 那么他这种行为 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那些被他伤害的人 可能里面有人比他受的缘还要大 但是在他那种无差别的报复社会下 成了这个社会的牺牲品 那么我觉得福建大军这个江老师呀 他这一次向党动刀 绝对是有一定的指向作用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对于社会上的普罗大众而言啊 我还是希望这个社会呢 减少一些力气 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一点 这个组织的共产党呀 你也要看清这个世界 你们把韭菜逼急了 总会出来一些不认命的韭菜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